原是百年唐唱的台南岸内影视基地 2018年因为台剧斯卡罗促成中央地方赤资4.53亿元 打造国家级影视基地而明造一时 基地拥有清代街道轮廓一直到日志明初 为影视作品增添不少能量 一亿五千万然后要派斯卡罗 然后还要搭一个 因为我想两个重点 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剧主要搭这样一个实景 第一个它耗费会很大 我如果只是搭景 搭一搭拍完拆掉了 我的预算很低 然后照我所需 然后预算当然是很少 可是你要实景 它要耗费很大的钱 我想预算政府必须要帮剧主 第二个 这个剧主的整个设计团队会卡在这里会卡很久 它耗费的时间可能 可能我原来搭景可能两个月搭完 可是我盖个场景可能要八个月 盖个实景可能要八个月 也就剧主的整个耗费的费用 其实是很可观的 所以如果这两个事情 政府跟台湾市政府 如果不能帮剧主来解决 其实很难让剧主进到这个场景来搭 所以我想这两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我要讲的是 其实那一碗音乐之后 我非常的痛苦 因为在搭的过程 我们原来才发现挖下去 下面全部是以前埋下去的那些旧的废弃物 那你光要搭一个地基都好难 那你挖下去你才知道那怎么办 又改地方 然后又要开始重新规划 那是很可怕的 然后我拍到快已经要开拍了 结果我的剧主 整个美术组全部卡在那里 我在屏洞的场景都没办法过来帮我盖 那变得就是说 你就会耗费很大的能力完成它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大概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真的是一个蛮关键的 那不过说真的 那一碗意念之后非常的非常痛苦 可是当时卡罗开完之后 我看到那个 我们可以呈现那个安定感 我可以把150年前的扶成 呈现出来我真的蛮开心的 那我也希望未来他们继续进来盖这个场景 我想真的可以让台南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古都 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地北上宣传基地 目前已有九部电视剧 一部电影及三个电视节目拍摄都在此基地取景 黄伟哲宣传中也提到 期盼皆此强化台南影视产业发展 现在在南台湾也是在我们沿水岸内唐场 事实上有个非常非常适合好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讲到不动场都讲location location 它的location是非常好的 以高速公路信仰交流到只有五分钟 第二个它的一个地点 它原来是个百年唐场 那经过闲置 这个台唐停止制唐之后闲置了25年 那之后我们在2018年把它这个场景 配合那个时候的文化部还有公室一起把它重建起来 新的搭新的景 那目前它的景有这个清代汉人的景 还有日本荣厅 日志时代的那个景 其实都非常适合 此外呢 它有非常好的宿地可以来适合搭户外景 而且它有目前已经整修完了三座仓库 三座仓库它的如要搭室内景 也都是非常适合拍摄的 所以还有一个它常常在这边搭景 不管是叫好或叫做 那个骗子不管是斯卡罗或者其他的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因此呢它有时机 而且它有未来 那更何况中央跟地方政府 都是全力来支持案内影视基地的这个建制 虽然现在很多影视都流行什么数位景啊 但是坦白讲那比较不实在 那事实上在案内堂场的实景 不管是各种不同的年代 都是非常适合 我们也期待 好朋友可以来案内堂场的影视基地看一看 更何况它每年都有很多Events 包括这个盐水风炮有在旁边 包括越境港登记也在旁边 那附近也有很多像兰花展像什么 其实都是美不新收 那再来盐水小镇 来到这个周边 其实在人文汇水 在文化 别人卖的是这个好山好水 我们除了好山好水之外 我们卖的是文化 所以在明年台南迎接台南400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欢迎大家来台南 特别欢迎大家来案内 来不管是搭景或是看这个整体的这个搭配 包括我们的实景的搭配 都是非常适合的 希望能够让我们不同的这个专业的剧组 在这块基地上面找到各自能够得到的资源 能够得到的协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将来 它能够朝向一个专业化的经营 那它不管是透过一个分居宿灾 或者行政法能的这样一个体制 让这个影视基地它赋予一个将来可经营 可永去经营的一个活力 那再者当然在台南市政府 像刚刚黄市长所谈的盐水案内跟其周边 那希望能够为整个台南的西北 那推动地方的发展 那事实上我知道我们在那边搭这个 搭场景的剧组 就刚刚都用我们在地的材料 有用我们在地的很多的这些劳动力的协助 案内影视基地共33公顷 有两个台湾历史时代场景 搭紧空地 未来也预计再争取预算 给予台湾影视制作更多元的场景选择 完备具组后勤空间 创造友善的影视拍摄环境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